9月13日,沈月在微博是爱出与闺蜜的日常美照并称 今天是开车找不到路和想逛的店都不营业的一天 不过开心还是挺开心的,嘿嘿 这片中,沈月身穿一件红色衣花连衣裙,配浅帽颜草帽 名言动人的造型之中多了几分可爱 沈月这次的妆容与以往不同 她一般的日常妆容偏小清新风格 淡淡的底妆加上粉嫩红唇,透露出一股清纯感 这次的妆容则是比较浓一点 白皙的妆容加上大红唇,突出了些许小性感 沈月的性格属于大大咧咧的那种 平时的画风比较女汉子 镜头中,她与闺蜜时而搞怪,时而卖萌 表情特别的淡萌可爱 旁边的闺蜜同样是一枚萌妹子 娃娃脸加上立体的五官 气质与沈月颇为相像 与闺蜜出游的日常照总是那般元气满满 嘴角总是挂满笑容 看到沈月的这几张日常照,有粉丝们留言表示 发现你和小文拍的照才是和朋友出门旅行拍照的正确姿势 我和朋友一起出去玩纸牌风景 沈月的人气可谓是一路飙升 算沈月的颜值一直备受争议 但是她那篇日系画的长相和日常穿搭总是令人眼前一亮 我现在还算了 很光满